綠妹妹 綠妹妹 怎麼聽起來的噁心啊 好 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吧 Oh my god 感覺出現噁心的東西了 感覺是什麼綠色畫膿的東西 3 2 1 這什麼啊 Oh my god 好像是真的耶 蛤 什麼 你還沒有訂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啊 記得每部影片都要按讚訂閱分享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喔 正片開始 GO 大家好 歡迎回到 學姐姐 學姐姐 學姐姐呢 好 他們的樓下休息 因為今天影片太可怕了 好 今天開場呢 我們先來問大家就是 這每天都會用到的東西啊 那你搜尋過什麼恐怖的關鍵字嗎 我覺得最近搜尋比較恐怖 可能就是離太遠的一件事情 你看到離太遠可能會搜尋到 比較多小孩不能看的畫面 或者是一些圖片什麼的 大家可以看我們的離太遠那一集 我們有講離太遠事件的部分 真的希望 適者安息 以後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要好好警惕這件事情 好 那就是我平常很喜歡滑低卡 所以我滑到一個 哇 感覺我們搜尋應該會嚇死的一個文章 就是6個你絕對不能搜尋的恐怖Google關鍵字 OK 其實這個題材我以前就想要拍了 但是呢 因為想說整集有可能都不能播啊 又都不能播的畫面 所以整集馬賽克嗎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 如果今天真的每個都太噁心的話 可能真的會整集馬賽克 就大家可能要自己去搜尋 對 然後今天會拍這集的主要是 很多觀眾有投稿這篇文章給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拍這集 那我們待會就來搜尋吧 如果看來看這邊的兩枚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請快訂閱我們頻道 訂閱我們頻道 一定要追蹤喔 歡迎支持我們 然後兩個訂閱我們星哥忙很多 好 那我們馬上來搜尋吧 我們來看 第一個恐怖的Google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也算是一個 自虐的題材耶 對 我現在覺得有點可怕的感覺 因為說是不能搜尋的嘛 就是可以搜尋 但搜尋後發生什麼事 自行負責 Google其實一直以來都會像是 射情啊 或是恐怖血腥好像比較不會去擋 就是你好像都還是搜尋得到 但是形式的東西 他們好像都會擋起來對不對 就是小孩不能看的東西 但是呢 今天影片好像是 小孩搜尋也看得到耶 那我們今天影片太可怕的話 大家千萬不要搜尋 第一個中文是 七腮門 Lambri disease OK 這是第一個恐怖關鍵字 這個文章圓連結我們放在下方喔 這個是 都市傳說發的這個文章 好 那它上面寫的特徵是 生物 奇怪 詭異 密集恐怖 搜尋後啊 看到大多結合出現在人體身上 密集恐怖的人 請勿搜尋 我們先問一下 你有密集恐懼真的嗎 我覺得我應該是還好 但是我覺得要看它的 密集的程度 我自己可能是有 輕微的密集恐懼 看到我還是會幾筆各大 但是我知道有人是完全不能看 有的人是會 直接後空翻那種 那如果等一下你後空翻 就代表這張圖太恐怖了 沒錯 然後看我翻幾圈就是越恐怖 好 等一下我們就用那個後空翻來決定 快點就直接翻到門外 OK 我們準備來搜尋吧 反正我們待會兒 這邊會有圖片 然後一起出現 有出現的話 就代表沒有馬賽克 如果有出現馬賽克的話 代表太可怕了 不能給大家看 然後你還要後空翻喔 對 可能會黃標 好 那馬上按囉 3 2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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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3 4 5 5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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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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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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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5 5 6 7 7 9 9 9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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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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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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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9 1 9 9 我們說可能是 油化氫引起的有毒氣體的影響 身體腐敗變成綠色的 好 那倒不就是這樣 太噁心了這個 OMG 但這個我給他6分好了 這個我應該會給他5分 5分喔 對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橡皮病 特徵是身體部位腫大 又稱淋巴絲蟲病 是由絲蟲腫科的寄生蟲引起的疾病 身體會出現嚴重血腫的症狀 好 我們上來看一下 橡皮病聽起來蠻可怕的耶 OMG 欸等一下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看有一些頻道 就是他會記錄一些那種 過度肥胖的人 然後過度肥胖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淋巴水腫 他們那個腿可能就會腫一塊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耶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朋友是 他的腳整個是這樣腫一大塊 這太嚴重了啦 這個很痛苦耶 對 這是感染吧 這個我覺得也沒有前幾個恐怖 但是這個如果想像到 就是在我們身上發生的話 會非常的痛苦 對 希望不要有人得這個 橡皮病 好 這個給他7分好了 這個的話已經不是噁心什麼 是震撼 所以我應該也會給他7分 對 我跟他後空翻翻一半 因為呢還是蠻恐怖的 很震撼 哇 這個應該很痛苦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下一個是 人體農場 特徵是很多人體 會不會是很多屍體的畫面 好 我們來看看 3 2 1 果然是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這些照片 我以為很像是那種僵屍 活屍片那種的東西 所以是在德州 屍體農場 重陽50具遺體 為科學他們獻出自己 就是50個人獻出自己的身體 是不是 就是人家做的那種大體老師喔 不對 他畫面很可怕耶 就是草地上然後每個籠子都有一個屍體這樣 哎呀 這真的耶 就是為了科學研究 我這畫面我不行 這個其實蠻可怕的 對 如果你對於 我覺得如果你會怕 屍體的話 這個不要搜尋 這個很可怕 好 那我給他8分好 應該幾分 這個我給他7分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 會看了不舒服的畫面 但沒有到非常噁心 這個真的蠻可怕的 大家如果怕大體的話 不要搜尋 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 翻射魚鱗血 又稱為小丑魚鱗血 皮膚可見巨大的菱形菱片 好 我們要搜尋最後一個字吧 來啦 你準備好了嗎 好 來吧 今天最後一個關鍵字 想必認識可怕 3 2 1 你不是要去門口 這個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看 因為我很愛看紀錄片 然後我那時候有看到一個像 就是類似這樣的case 就是它是一個 基因還是什麼的 這個其實有點像那個耶 異味性皮膚炎的那種感覺 就是皮膚出狀況這樣 就是皮膚病啦 這感覺也很痛苦耶 這個 整個頭 那個臉 這個生活上一定會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這個呢我剛才有點嚇 但是又覺得 哇好痛苦喔 若你有這個疾病的話 的話真的很痛苦 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們生活上的 就是真的會很不方便 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 大家就有一個想法 雖然不知道哪一個會播出 也有可能整基馬賽克 他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搜尋喔 我給他 8.3顆星 這個的話我可能給他 6顆星好了耶 因為這個我之前有看過 在紀錄片看過 但這個 如果你是害怕那種皮膚病 或是皮膚有點潰爛的話 真的要小心 好 下面的想法 好 我們今天看完了 6個 不能搜尋的恐怖關鍵字啦 那今天你覺得哪個讓你最害怕 我覺得最害怕或是覺得 真的會反感的就是那個 那個蜘蛛有那個傷口的畫面出來 喔 那我不行 對 因為像 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也是一樣 就是你不能看到血 不能看到那種 肌肉組織那種的 看了會昏倒的人 就是不能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自己可能是 第一個吧 第一個是讓我目前覺得最噁心的 就是密集恐懼症 七腮蠻 這個太噁心 大家覺得不要搜尋這個 只能會有陰影 就是那種手 然後很多一點一點一點 有一種花就長這樣 好 大家可以搜尋看看 今天這裡有關鍵字 那如果真的太害怕 好像就秒關掉 應該有人搜尋會覺得還好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今天的都還蠻可怕的 好 那大家可以留下想法喔 好 那如果還想看 我們搜尋什麼關鍵字 也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就可以拍下一集 算是很多人拍過 但是我們還是想拍 對啦 或者是你有看到什麼 不錯的題材 或不錯的文章的話 都可以再告訴我們喔 那你們喜歡如果喜歡的影片 其實要 訂閱我的影片的鈴鐺 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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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掰 掰掰 記得留言喔 每個留言我們都會看 給付一張 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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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鈴鐺